這裏是荒廢了35年的屋苑 嘉賢台 位於堅尼地道92至98和102號 總共有70個單位 樓高是三層 在1990年建成 到現在已經有35年 建成之後 發生了新例傾瀉 居民陸續搬出 變成了一個香港唯一方位 35年的私人屋苑 位置在聖工會聖雅閣小學背後的三坡上 沒有道路連接 只能靠聖雅閣 旁邊的樓梯 要走幾十級才能到這個地方 所以由於沒有緊急車輛可以到達 所以政府一直都不批入貨紙 背後這個原因 我留給大家一起去探討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要怎樣去呢 我們就由這個灣仔地址的A3出口 我們向這個水渠道方向 沿著這個水渠道又行 經過這個公園 去到這個街燕台 大約六分鐘 我們來到這裏 前面就是石水渠道 我們看到一間藍色的屋 和一間黃色的屋 這裏是很有名的灣仔藍屋 我們沿著這條石水渠道 一路走到尾 我們看到石水渠道公園 這就是石水渠道公園 隔壁這間就是不帝廟 我們沿著公園的樓梯上去 沿著公園樓梯上去 這條樓梯上去 一上去就在聖雅閣 小學那裏 我們上這樓梯 對面就是聖雅閣 小學的小學 現在我們在左邊有斑馬線 那裏也是一條樓梯 那樓梯就是唯一的通道 通往這個 街燕台 這條斑馬線我們過去 那斑馬線 左邊 你看到這個聖雅閣唐旁邊 這條樓梯 只是唯一的通道 可以通往這個 嘉燕台 我們上去看看 我們 那上去 那這裏 那這裏 有一幅 雜草重新的地 那我們一路走上去前面 那在我們的右手邊 這個就是聖雅閣 那前面就是嘉燕台 以前的居民出口只是靠這條樓梯可以出入 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到達 住在這裏是極不方便的 所以根本不知道如何發展這幅地 一定要有交通配道才可以發展這個地方 請多多多久 下面在建立地道的100号 右边有一条车路 亦可以通道到佳燕台 其实可以在这里整条通道 或者是电梯等居民可以出入 就可以发展佳燕台 这里看到门门和信箱 水口都关闭了 其实在这里可以建立一条电梯 可以上佳燕台 这个隐约看到佳燕台的名字 共亭。 中文字幕 means 了论 感謝觀看,記得訂閱《香港背包》,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